主席 宣传 社会国家跟媒体 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朋友 然后整个社会的关系 我们这次活动的还有市场化的运作 种种种种的因素在里面 造就了我们这次网会的最大成功和成就 但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因为这次我们就交了 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希望我们能够为社区 为海外华人多做贡献 就是说今天还有一个大家就 希望能够非常轻松愉快 度过一个非常自由的晚上 今天我也很特别的感谢 我们这个财富之后过的那个鼎娘序 这个活活人 这个张兴伟先生 他们在这里给我们来了一批大力的支持赞助 这个市值之中的这个支持 还有我们Nary Chan 这个台湾这个族 就是我们这边呢 还有我们这个 还有我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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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 这个朋友 我们 Canny Wain 然后我们这个滑车区剧长 这个 这个 消失不见 我们这个地长这个老总 所以 有的这么多的好朋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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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艺术家的这个 拯救助的艺术表现 还有我们这个总理馆的大力支持 所以呢 我们非常的开心 今天呢 在这里呢 能够 主观聚一堂 对吧 分享我们的快乐 然后来争取更大的情勢 谢谢大家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江丁清梁女士 帆主持人 谢谢大家 我们接下来一起 张烊昌陈 让李钦延 为大家讲话 康伟珍 主席 吉夫人 李小河大师 吉夫人 高枫先生 吉夫人 和这次主委会的 高委领导 和群体演艺人员和支持这场晚会的所有的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好 我很高兴和我的太太议要参加今天晚上的我们的庆功晚宴 首先请邀请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祝多伦多总领事馆 和我们的祝祷总领事 向这场晚会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琢磨 也同时表示忠心的感谢 来临临巴华人春晚 圆满成功充分展示了我们这个主委会有铺力 有组的能力 说明我们多伦多地区的华人技术家人才机器 大家团结合作使这次的晚会取得了成功 也展示了我们的艺术家 艺术荣才 促进了社区的文化 推动了加拿大的东元文化 同样了中华传统文化 我希望这个主委会和各界人士今后不断总结 下一年能够看到比这个晚会 组织的规模更大更好的晚会 同时呢足足再多的可谓身体健康 家庭心魔肢意发达万事能力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江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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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动了成功 除了主办方式 投入之外 也都少不到导演组的精工創作准备 下面接下来 我们有请我们本节晚会的总导演 高飞先生 和我们上来分解一下我们今次晚会的心得 可以说我们这一台晚会许 之所以可以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 首先离开就是唐美珍财富俱乐部 这个不一余的资金方面的支持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唐先生为什么这么有信息投资呢 为什么我们这个整个的演出 能运作的这么成功呢 我们有一个人是一定要提的 那就是我们整个导演部门的灵魂人物 我们的领军人物高飞先生 有请 谢谢大家 这个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请公晚宴 呃 刚才那个咱们那个建议师啊 唐先生啊都说了很多感谢话 我呢就不再重复 我只是想谈一个感受 我呢在加拿大来了15年了 做演出呢也做了很多的演出 但这次的演出 我就感觉有一种生 说不出来的一种 系列的一种感觉 就觉得什么 有什么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哪一个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次我们演出 我感觉好像是一个家庭啊 在演出 有爷爷爷有奶奶 有爸爸有妈妈 有哥哥有姐姐 有丈夫啊 有孩子们 所以我感觉是一个家庭在演出 所以这次呢我就说 所以这次呢我就说 当然有老唐那个 这个 雄厚的资金在背后 就是靠山大喊 让我靠了 是不是 同时呢我还有这个 咱们多高望重的老艺主家 杜哥 啊孙林 在我旁边啊 左膀右臂 两个翅膀 啊 那么还有很好的一个 导演组的助手 这个许阳啊 对吧 对吧